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了解一下新版本 所以最近先打一些素材给大家放 然后这一期视频也是最近打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loading画面还在做 现在还是没有分数的提示的 不过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我这个账号已经3000分了 已经分数可以说是比较高了 打的也是一个高分局 现在进入了bp画面之后你可以通过自己想要打勾或者打叉 来表示自己想要选的和准备办的英雄 这局准备给大家玩一个不太常见的英雄 对 不太常见的英雄 因为很多同学说你老是玩一些之前都玩过的英雄 今天我们看一看 我准备给大家打一个打野雪魔 这个雪魔这个英雄也是很早就在我的视频中出现的 曾经出过这个虚灵大根 虚灵大根有没有出过 我一般都是走物理流雪魔 什么bkb蝴蝶双刀相位 对吧 这种相位战鼓双刀 我没记错的话很早以前的雪魔应该是这样出装的 但是那个时候的雪魔跟现在的雪魔还是有区别 那个时候雪魔是给自己放一个地 它是按基础攻击的百分比加攻 而且它那个D技能还有一个沉没的效果 可以给自己放加攻 也可以给队友放加攻 也可以给对手放沉没 现在它这个技能重做了 主要是它的被动和自己的D技能做了一个修改 它的被动改成了增加移速不说还增加攻击力 而且是全屏范围内 只要有敌方的英雄血量减少 包括五个对线的时候 它们只要血量减少 你就会加攻 然后加移速 然后它的一技能 它的这个二技能也变了 这个二技能也变了 二技能本来是一个你杀掉了人 或者说杀掉了小兵 就会回血 包括你反捕 现在二技能改成了一个主动剂 一个范围内会出现一个雪之祭祀 然后在大概两秒钟之后会爆炸 这个爆炸不但有一定的纯粹伤害 还有一定的沉默效果 一技能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它本来是一个加攻和沉默的效果 现在变成了一个伤害加身 这个伤害加身可以给自己伤害加身 也可以给对手伤害加身 也可以同时给自己跟灯舍伤害加身 那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这个技能蛮有意思的 就是首先它自己受到的伤害会加身 然后它自己造成的伤害也会加身 那你同时给自己加一个D 再给对手加一个D 这个时候你用自己的5G大根深深的电了一下 对方就会掉特别特别多的血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技能 这个技能的话 它除了伤害加身以外 还有一个回血 就是在受到D技能伤害的英雄和小兵单位 一旦这个单位杀了人或者是杀了兵或者是被杀 那对手就会回血 那自己就会回血 就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前期我看到这一次我是买了一个圆盾 加敏捷变血加树枝加补刀服 前期没有再带任何的补给 然后利用自己的一个一技能去打一个无压力 无伤打瘾 这也是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素材了 叫做野区吸血鬼新一代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期是刷了两只三只小狼 那么这里呢我们卡一个小视野 这里只有一只狼能打到我 那我就可以不用带任何的补给品 并且在这里进行打野怪 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提醒的 就是说你打野怪的时候 在野怪死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他自己这个伤害加身这个技能有没有套 如果没有套的话呢 你把这个野怪打死是不会血的 所以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新版本 在版本改动了之后呢 我们也是有一个回血的血量的显示 这里呢前期先打两波小野 效率是非常高的 然后一级学这个一技能可以无伤打野之外呢 二级我们可以选择学一个被动 这样的话一旦你看我现在 右边状态栏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个这个被动的效果 就说明对方已经有一个人血量比较残了 我估计应该是中路的影魔 因为对线的一个小骷髅 有火箭耗血能力比较强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细节告诉大家 就是你的一技能在打野的时候呢 要给野怪套 不要给自己套 有这样一种说法 首先如果你要是给被你打的这个野怪套 那么这个野怪对你造成的伤害会有一个增加 但是其他野怪对你造成的伤害是没有增加的 如果你给自己套的话呢 就面临着一个问题 你受到的所有的野怪的伤害都会增加 当然你造成的伤害也会增加 但是你造成的伤害也只有那一个野怪而已 对吧 因为你是普通攻击吧 所以这里有这样一个小细节 当然这局的话 我们用了一个捕刀斧bug打野法 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那打远古的时候可能会要注意一下 然后这里呢 我们也是前期发育的还不错 没有任何人的干扰 两分钟直接升到三级 就是说你会发现上路进行了一波PK 作为一个野怪套学鬼 我当然不能看着人头不管 这边因为我有一个加速效果 所以疯狂的跑路 这边你看独龙头上有一个 我们做一个被动效果 这边给自己一个地 一个普攻直接带走 泰国佛牌 两分三十七秒 打野拿到一个单杀 上路再混一波兵线 无解肥已经出现了 对吧 我们虽然是一个野怪契学鬼 但是离自己近的这条线 是一定要注意的 一旦发生PK 你的移动速度就会非常的快 然后你就可以跑过去收人头 对方一般是跑不掉的 如果能跑掉 你还可以学一个二技能 学一个二技能 来增加一下自己的输出 来封一下对方的走位 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这里呢 我们因为上路杀了一波人 收了两波兵 前期已经是无解肥的一个节奏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并没有想选择出点金 这样的独留装备 对吧 我们还是要稍微的增加一下自己 因为这个版本 其实点金真的一般 不太推荐大家出 因为杀人给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你看我这局就是前期直接出了一个相位 那出到这个相位之后呢 我们就非常的给力了 出了相位之后 一旦对方有残血英雄 我们直接给自己加一个D 利用自己被动的高移速 高攻击 你看我现在的输出 一直在变 我的攻击力一直在变 就是因为对方的血量一直在变 我的这个攻击力出完相位之后 已经有150 一旦我到6对吧 4分钟到6 我这个野区血鬼就不是一个野区血鬼了 而是一个走到哪杀到哪的一个变态狂魔了 我们现在刚刚出到相位鞋之后呢 也是打了一波野 升到了关键性的6级 这个时候看到中路有队友来支援 我们这里就不用放大了 直接给自己一个D 有相位鞋跑的飞起 他给不给晕 这个隐魔都是我的人头 就算这个巫医没有灵性绕后 我也可以单杀对方隐魔 现在只要对方出塔 只要对方血量一般 我都可以去击杀 下路这个人其实也是可以杀的 但是有点远 我们直接来到上路 这个人出塔了 直接给一个R 然后给自己一个D 然后疯狂的两刀扑死 大杀特使 现在上路帮助队友 也不能说帮助他吧 因为他已经被对方单杀了 毒龙跟火猫 对线毒龙确实优势比较大 但是火猫也比较争气 拼了毒龙一波 我们过去收到了第一个人头 然后上路补了一波 打了一波也 来到了相位鞋之后 中路又杀一个隐魔 杀完隐魔之后 我们因为是没有放大的 直接上路再杀一次毒龙 杀完毒龙 我们再次TP到下路 这个时候虽然大招没有好 但是前面已经看到了 这个下路的血量是非常残的 这个船长插了我一下 但是我直接跑得太快了 利用相位鞋 躲掉船长的水 先击杀剑胜 然后再击杀船长 但是这边来不及放地 因为有抬手赶紧溜 这边躲出了视野的阴影 躲避了毒龙的击杀 再往右走 小心中路的隐魔 MISS过来给我一炮收走 现在的我已经是 购买了相位加骨灰 身上还要800块 前期一共拿到了五个人头 上路两个 中路一个 下路两个 已经是带活了全场 新一代也去吸血鬼 怎么样 你学到了吗 这个英雄 我觉得跟无脑先知打野 有点类似 也是无伤打野 但是可能会用一些小技巧 前面那个小技巧 大家应该学到了 其实你在进位的话 也是一样的 就是去打那个小野 然后吃一棵树 然后让只有一个野怪 能跟你单挑 这样的话给自己放个地 可以轻松的收掉 所以我们的TP 已经在CD了 因为我们刚刚TP到下路 走回家 现在TP还没有CD好 不然中路又是帮助 对有一波反杀 你可以看到全期这个局势 船长因为他打的是个酱油位置 没怎么补刀 他保的是剑胜 那么他中路去gank就已经比较伤了 因为他以前被我杀了 一次买了一张TP又出来 他根本没有钱买粉 对吧 这个小骷髅他是杀不到的 不然九神又得找素材 他们已经发现了 这个局势已经非常的顺了 他们觉得要送一下 这个乌依就很不高兴 他说你话真多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我的加点 我的加点是主发育的 如果是你想早点打架的话 你可以把二技能学起来 但是这局的话 因为我前期太顺了 有骨灰有香味 我可能不用二技能 我也可以打架 所以说我们前期是 一三技能对点 就一技能点高了以后 他这个伤害加深的百分比会变高 我们打野的效率会再一次的提高 然后这局呢 出的是一个相位 而不是甲腿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走的是一个gank路线 而不是发育路线 刚刚下路好像有一波PK 我没有去 主要是因为有一个毒龙 他可以站桩路 如果二打一的话 他不用跑 我虽然说等级很高 但是刚正面能力一般 这里我们看到 乌依给了一个诅咒 我们想强行上去给技能 发现对方躲进了视野里面 不着急 打DOTA这个游戏 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你如果是无解肥 就千万不要断掉自己的节奏 不要去一换一 你看就像这种机会 一打 一打二 那就随便打了 这个剑身还是对方的DPS 你看现在打到现在 我们这个打野已经成为了全场最肥 帮队友gank 而且还给队友让线 你看大鱼人的话 他的这个跳刀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给他吃一个骨灰 然后 这个 稍微抢他一个兵溜了 这个 不跟他抢他的刀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了军团指挥官在打野 对方中路隐魔 下路剑胜船长 上路独龙 邹市河 也许还有一个军团指挥官 在打野被我看到了 是一个残血状态 虽然现在血量吸出来了 但是我还是要强行动手 这边给上一个骨灰 刚才有个骨灰用来加血 给上一个骨灰之后直接带走军团 但是独龙想干我 独标给到了小兵 我们给自己一个跌 第一级的二技能 配上自己一个伤害 加深直接两巴掌配合小骷髅火箭撸死独龙 现在全场比赛已经完全盘活 上中下三路 包括野区已经全是我的了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的出装 在八分钟 我是掏出了一个叫做推棒的道具 这个道具有学问了 这个道具 对于雪魔出法系雪魔 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输装 哪怕你是物理系也可以出 为什么呢 因为雪魔大招跟推卫棒是绝配 这边剑胜用无敌斩躲掉大鱼人的跳踩 回头想反杀大鱼人 玩的还是非常的细的 但是我们根本不给他这样任何的机会 直接两巴掌撸死 因为我们有D技能 然后他也跑不了 他只能跟我对 他血量没有多就可以 就拼不够我 然后他也跑不了 这是雪魔的一个主要特点 杀了剑胜之后再说骨灰 现在我们有骨灰的小回魔 再加上推推棒的一个称制力 我们现在甚至是不用回家 就有人想干我 我推推的有点慢 标记到了我 我们发现并没有决斗我 那非常好 大人头你就这样错过了 小骷髅还要射人 对方是三人骑 我没有大招 感觉这波不是不能撤一波 这个时候可以撤回去打个远古什么的 队友TP过来 我觉得也还是打不了 看一下中路兵线没有人收 我们小骑送一个小进化 继续保证自己的无解肥发育 推推棒那个道具 你看有进攻有防守 进攻的时候 你可以推自己上去打人 也可以打完人以后 推别人一下 让对方多一个行进的路径 相信雪魔的大招也不用我太多解释 他这个大招就是 你中了你大的英雄 他移动多少距离就掉多少血 移动距离越多 掉的血就越多 而且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那这个大招配合上推推棒 就可以一下子打掉对方比较多的血量 而且这个伤害呢是无视磨免的 就算对方有BKB也会被中招 然后没记错的话 这个版本的雪魔好像可以出A杖 出A杖 他这个大招会变成充能 望是不是这个版本改了 这把我这么肥的情况下 我肯定不会出A杖这种 逆风装备 或者说偏酱油的一个装备 对吧虽然说很好用但是我肯定是不会出的 我们送了一个小进化 利用自己的这个推推棒和骨灰的百分比回蓝 我们现在是根本不用回家 然后打野也是无伤的 保证了9分钟在拥有了这个推推棒之后 我们还能够有一个这个比较不错的装备更新 虽然说这段时间我们家队友一直在死 但是无解肥节奏没有断 局势是依旧可以压制住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聊一下雪魔 除了我这个骨灰推推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装备可以选择 骨灰推推呢 这次是之前没有出过的出装 这次给大家推荐一下 这个出装非常的不错 骨灰加推推 两个装备都是可攻可守 而且可挥蓝的道具 跟雪魔比较的配 当然除了这个道具之外 其他有几个道具也是不错的 上路火猫小弹杀影魔 比如说我们雪魔非常推荐的 之前推荐大家出的叫做战鼓 战鼓这个道具也是进可攻推可守 你可以开战鼓进攻追人 你可以开战鼓开溜 也可以通过战鼓加的蓝 能够保持你自己的续航 也可以通过战鼓加的移速和攻速 来保证你的打野效率 战鼓是一个选择 还有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刚正面的选择 叫做刃甲 这波我们家野区又送了一波 虽然说杀了对方一个 但是送了两个 你看我做视频 我就不会这样 因为打这个游戏你要赢 就是有了优势之后要刷 让对方先来着急 你如果有了优势 就主动去干人的话 就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前期有了优势 很有可能被对方 蹲住的一波急火就给收掉了 你看这波船长不在 如果船长在的话 小骷髅可能也要死 船长在中路跟我兑现 我就完全不管 队友去拉扯空间 我就抓紧时间打钱 两分钟打了两千块 可以构思一下我的出装 除了战鼓 还有这个刃甲 还有这个推推棒 雪魔前期 还有一个可以选的装备叫夜叉 还有疯狂面具 都是可以选的 这波我们来了 先放一个祭司 然后给独龙一个地 然后开一个R 虽然说祭司没有碰到他 但是他中了我的伤害加身 疯狂的在我的大招里跑 刚刚是两千二 杀完毒龙又添四百 对吧 我们两千六了 现在就可以扣死一下我的出装了 这一局对方的阵容 还是比较多样性的 像有一个军团的决斗 无视魔灭 有一个剑胜的无敌斩 无视魔灭 对吧 魔法方面呢 有军团的这个W 有船长的插水船 还有毒龙的大毒标 还有毒对吧 总之来说呢 对面虽然是一个 毫无酱油的一套阵容 但是也蛮恶心的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到底出什么样的一个装备 像现在我有一个这么 前期优势这么大的一个 几乎于超神 并且完全不回家 并且疯狂发育的这样一个开局 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自己是不是要出一个 更加carry的装备了 要不就用最稳妥的方式吧 贯彻无解肥 出个灰耀 你看我这波拉野 要是有灰耀 我还用这样吗 对吧 直接所有的野怪 都跑得快到碗里来 一个地 全部的所有的伤害 包括灰耀的伤害 也会增加 这个灰耀呢 这个版本也是有一个 更新和加强 有了一个闪避效果 对方下路野区 连续的支援了几波 好像有点优势 直接开始上路推塔了 那我没有出刚正面的装备 我显然是寻找一个 不再上路的英雄巨型机枪 这个大鱼 我想给他加个地 让他挥点血 他居然游走了 那我来补 证收看到了影魔 一个大招 一个推推 直接半血 两下普攻 他还TP 完全没有机会 但是没想到中路也有人蹲 一个船长的插水船 但是我有队友 对吧 无疑就我一手 我们正补加反补 血量瞬间回满 这个血魔 这个续航就是这么变态 有船游的小兵 也给他扣死 现在我们距离自己的38 就一步之遥 非常非常的近 我们14分钟拿到38 这个状态 对我来说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肥了 那这局的话 一个爆炸肥的血魔 根本不用考虑队友在干嘛 也不用考虑对手在干嘛 只要保证自己挤出装 能够反馈到战斗就可以了 有了38 我们也是把自己 陪伴自己 14分钟 并且拿到高效的 这个Farm速度的一个 叫做 补导服的道具给卖掉 正面的话呢 剑胜大招打了个一换一 这波对方血量开始很残 我开始了自己的法拉利模式 剑胜一刀跳皮 直接收走 我们给一个骨灰 然后一个普通攻击 没带走 没关系 我跑得很快 一个普通攻击带走 回头再一个撕裂伤口 然后再一个推推 哎 你看 直接推推抢人头 没见过吧 这边还有个军团 军团是刚打野吸血 吸出了一个引刀 想支援团战 但是面对一个 更加强力的野区吸血鬼 超神般的杀戮 直接引刀开溜 对方中路还想干 我们根本不去 上路打一波前 直接挥药 14分钟 15分钟 拿到三剑八 这边又是拿到两个人头之后 我们马上就挥药了 拥有挥药的我 依旧不怎么打架 我只要保证 我5分钟再添一个神装 对面就真的没法玩 你像这局的节奏很简单 就是一个 一个血魔 前期带动了全场的局势 然后自己保证自己的无解肥 然后这个时候 他在15分钟 44秒的时候 TP回家 补满状态 拿到挥药 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血魔不去打架 不去送 再去刷钱 对方的节奏呢 就只有可能 跟我们的人 进行一些小有所赚的 什么小规模互换 不可能进行团战 就算进行团战 那个时候 可能我已经身上 有BKB加挥药了 对方除了军团 跳决斗 军团没有跳 引刀 引刀决斗 加剑胜打招 其他人都拿我没办法 而且我这个血魔吧 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你 除了挥药以后 他挥药烧掉的小兵 自己都可以挥血 这个就效果特别的好 他们还在争论 我的事情 我根本没有管他们 中路的引魔也是非常的穷 前期本身对线 打不过小骷髅 那引魔这个英雄 又是重视之地 你看 有了挥药以后 我们打野速度 再一次提高 我们家的火猫 也在憋挥药 这引魔夹腿之后呢 是直接准备出刃甲 蛮有意思的 对方是 拖掉了我们 向路的一座外塔之后呢 也没有任何的机会 但是你现在要跟他 刚正面的话吧 也不太好刚 船长插水船 毒龙有肉有输出 引魔有肉有输出 你杀他 他还反弹 对吧 剑胜无敌斩 军团决斗 怎么看 怎么觉得 现在还不是我的出山之计 如果我出了挥药 就送一波的话 节奏是比较尴尬的 这边我们继续利用挥药 一波双野 高效发育 随时寻找团战 随时寻找收割 随时寻找自己 更新下一件装备的机会 有了高额伤害的挥药 你看到我低了之后 这个挥药伤害 会比正常人的挥药伤害 要高一些 对吧 这个就是 血魔出挥药的一个好处 他这个D技能 任何的伤害都可以加成 有一种法系血魔的出装 叫做A杖虚零五级大根 还有一种物理系血魔的出装 叫做BKB蝴蝶 但是我这一次的血魔出装 叫做装备碾 这边我们上路来找一波机会 先给了一个大招之后 这个剑胜是直接原地开转 那我跟你对打 这边这个剑胜 因为刚刚交掉了展 是没有展到 杀到剑胜之后 再开启自己的相位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好像军团是出了一个跳刀 决斗了我 直接把我给干掉 超神杀戮 而且他还有刃甲 他没有出跳 他出了个引刀 引刀破硬一击加上刃甲 他刃甲都没开 我就被他给打死了 这个时候我们家的 因为毕竟是个高分局 对面这个阵容虽然没有辅助 也每个点都在发育 刃甲军团 刃甲影魔 夜叉剑胜 还有一个毒龙 可能一会也要出刃甲 对吧 就蛮讨厌的 还有一个船长插水船 这个灰药雪魔死了一次之后 1500块 感觉局势有一点点不是特别稳 再看一下我们家的火猫 这个火猫没有任何的续航 裸3800 也是灰药的拥盾 我们这个想了一下 考虑先把一个晶气球挂上 大家可能会考虑到 我要出什么装备 没有错 就是玲珑心 有玲珑心之后呢 我们这个雪魔 它就变成了一个 大招CD非常快的雪魔 而且变成了一个灰药 也可以吸血的雪魔 挥咬玲珑心 对吧 这个出装一般 只有在炼金身上才能看到 但是因为这局我非常肥 对吧 我还是考虑出一个玲珑心 其实这个时候出玲珑心 是有一些些 有一些些拖大的 如果对方打得特别谨慎 没有给我什么收割机会 那我这个装备 刚正面的能力 其实一般 就只能用大招 推推先杀一个 然后跑路 对吧 然后再寻找机会 如果正面我们队友打不过的话 我这个装备可能还得刷 还得再出一些 里西亚路 小骷髅配合大鱼拿塔 大鱼也是很机智 留住了船长 就在这个时候 有大的剑胜 想来 我直接一个大姨妈 丢到脸上 然后想 他原地转 想提皮 就在这个时候 哇 船长一个精致水 救到了剑胜 那你喜欢当雷锋 我显然不能帮 让你跑 对吧 推推加骨灰 直接带走残血 船长 这边给一个祭司 没有烧到毒龙 不着急 先挥点血 这个毒龙 大鱼没有跳 这边大鱼跳踩了 压了我一下 没关系 两刀扑死对方的 但是 不掉 对 军团没有跳 有刃甲 想讲用我 会要的伤害反弹 杀掉我 给自己一个骨灰之后 来一个地 一个祭司 这边正面被点灯 我一个普通攻击 两下普通攻击 刚刚推队用完了 没有救到大鱼 没关系 地没有吸到血 也没关系 就在这个时候 剑胜好像是买活 还是复活了 直接过来一个无敌战 又把我给收掉了 你看 灰药的刚正面能力 好像一般 如果是这波出的是一个 引刀加夜叉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死了 没事 我这个出装 就属于什么 就属于装B型出装 其实不是一个 最正确的出装 多了一个精气球 然后杀了两三个人 又死了一次 我们家的火猫 也是出到了灰药 小骷髅也有暗灭 感觉这局我们的队友 都还比较给力 虽然说我的出装 有点飘 但是应该不会至于被翻 对方军团引刀加刃甲 又收了一个人头 引魔也是拿到了自己的刃甲 这个引魔出装很灵性 这局刃甲可能是一个 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他们家输出点多 引魔只要保证自己 能打出自己的输出就行了 小骷髅也是马上暗灭 但是你看 引魔开掉了刃甲 再让自己大招的弹的伤害 直接带走小骷髅 配合一个前来支援的毒龙 我方又是一换一 毒龙看到引魔刃甲 挺好用的 自己也在出人甲 骷髅发现局势不太对 自己也是一个暗灭的出装 准备叫大鱼人 一会儿去打boss 说到这个集火 刚才说 我们家这段时间 都是去进行一些 不太理想的干客 不太理想的进攻 并没有打出什么进攻的优势 对方阵容也确实输出点多 一直在通过反蹲 激活我方 还有点像我最近玩的一个游戏 叫做绝地求生 绝地求生这个游戏 我最近玩了点上瘾 就这个游戏 它确实是挺有意思的 有点像之前的那个美国电影 叫Hunger Game 就是几个游戏 然后还有像那个日本的大逃杀 它在这个游戏的设定 也是比较有意思 这个游戏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不要让自己被激活 哪怕你装备优势 对吧 也要寻找一些单打的机会 这里我们中路 对方想干我们的人 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插水船 独楼没有跟上技能 那么这边等船游消失 这边大鱼人也是很机智 高分局直接上去跳踩 船长虽然是插住了大鱼 但是大鱼踩住它之后是配合我 带走了对方的小骷髅 对方军团切入时间也比较好 决斗了我们家的乌衣 直接带走 这边火猫有灰耀 强行切入 丢了魂牛火盾 大鱼又一脚跳踩 三个火猫一个T 灰耀伤害很明显 就在这个时候 是我的切入时机 冲过去一个普攻 直接带走影魔 打得天女散花 我们这波又是一个二环二 因为我出的是一个灰耀 加上一个精气球 所以正面作战能力确实一半 如果是一个引刀加夜叉的话 这局我可能是直接上去 打得更凶向一些 这边拿到了灰耀之后的 我下一件装备 刚刚也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这个玲珑心 打的就是一个装备碾压 对方没有粉 没斩死我们家小骷髅 我们上路杀完人之后 又是一波兵 马上就可以看到 我们玲珑心的影子了 我为玲珑心在影 这个道具确实是 性价比比较高 部分英雄不太适合 比如说雪魔 但是我因为出了个灰耀 强行出也是可以的 先点灯会不 还有队友还是感觉有点急 感觉有点急 没事别慌 我这个雪魔 等一下你看到 就算拖到40分钟 它一定也是个六神装 我可以构思一下 我现在还有两个格子 除了灰耀玲珑心之外 我可以出一个BKB 这样灰耀玲珑心加BKB 就非常的肉了 最后再出一个加护甲的装备 比如说强袭 比如说西瓦 灰耀还可以减低西瓦的CD 然后我的D技能 还可以增加西瓦的伤害 所以说西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回到野区 又是一波双野 一波双野之后 我们再上去 把上楼这两个野一收 再把线一收 应该就灵耀玲珑心了 然后这边看到来不及了 这边队友已经打起团战了 刚刚队友已经有一些小情绪 这波我不能让他们打一个人少的团战 我直接来支援火猫一个T 没有成功C到 但是因为火猫有火盾 加上灰耀 强行往脸冲 这边我想上去直接扣死船长 给了一个D 之后这个军团直接露头干我 我先是利用自己的一个击杀船长的回血 然后扑死 然后推推 漂亮 这波连续一个双杀 但是我们的刚证明能力还是比较一般 我现在还有大招 找一个位置 找一个位置 这边你磨 远距离要大 想A死这个鱼人 我们看一下侧翼 还有两个残血的敌方英雄 我这边偷偷在探 给一个D 然后给一个B 这边剑圣偷偷被我干死 他因为中了我大招 无法移动 这剑圣也比较机智 然后正面团战 我们家的火猫也是跟对方进行一个一换一 这波打了一个三换五 有我的团战 绝对不会输 这波我的操作可以说是相当极致了 首先是用D的伤害杀掉船长 并且回血 中了军团的决斗 并没有死 对吧 这个军团也是 怎么说呢 极限的一波 捕捉到了我的一个 移速非常高效的一个法拉利 但是并没有把我决斗死 我抠死了他之后一个极限的推推逃生 你想想看 这波如果25 还有一个灵重心 我还能回血 对吧 那我可能就更加不会死 25分钟 我拿到了自己的灵重心 九神给你打个盾吧 大羽人想起了 好 可以 如果再有盾 你看灰奥玲珑心还加1200 中路又拿个塔 这波五人团灭 我是经济吃满 而且没有死 还杀人拿塔 而且还吃了小冰 还有一个刃甲影魔 我2000多的血 带法术吸血 我才不管你有没有刃甲 影魔操作也比较细 没有出塔 这边 想强行大招加推推把他给杀了 好像做不到 队友来帮我打盾了 独龙是马上发现了 对我们这边再打盾 泰国佛牌 这兄弟不会是 应该没有 不要恶意揣测敌人 好 我们拿到了这个不朽盾 给大羽加了一个骨灰 毕竟是帮我打盾的 好 现在的我 你想想看 刚才那波团战 我都这么厉害 这波的我就更加的强 带盾 带盾 我的普通攻击加 灰耀的伤害是 对方英雄承受不了的 目前 我这自己给自己一个地 本身有200的弓 对吧 加上地的一个加弓 就相当于一个300的弓 300的弓 再加上灰耀的伤害 加上我大招和二技能的伤害 对吧 这些正面团战 你想杀我也比较难 我有灰耀的 灰耀玲珑星的吸血 然后我杀人还能回血 然后关键是我还要不朽盾 我还要推推 可以转换自己的位置 直接逼塔 对方敢接不敢接 我们现在人呢 也是慢慢的要齐了 死了一个队友 其他四个人 全部围绕下塔 对方是直接割了 连续的拔掉了对方 中路一塔和下路二塔之后呢 我的下一个装备 又可以开始构思了 又可以开始构思了 现在出BKB 好像有点怂啊 我感觉 我有盾 一般有盾 我是不出BKB的 有盾出BKB 效果没有出其他道具好 可以考虑一下啊 这个装备的血魔 如果说 就是我是又有肉 又有输出 又有移速 又有攻速 攻速没有啊 攻速没有 当然有机动性 毒龙出完刃甲之后 再补笛子还是没肯 除了回复头巾 和影魔 可以算是两个中锋 对吧 剑胜和军团 算是一个这个 前锋和得分后卫 这个剑胜算是个得分后卫 还有一个船长 船长算是一个这个助攻型英雄 这边军团也是更新到暗面 暗面 刃甲加引刀加暗面 输入比较高 这边一个普攻加推推 直接利用地的伤害 推死对方满血军团 直接秒杀 要没有 是不是很夸张 给了大招 他第一时间提皮 但是因为有推推 因为我伤害很高 直接干死了对方一个满血军团 而且装备还非常的好 这军团打得不够细 他如果打得细点的话 可以给自己个加血再提皮 就不会死了 这里给暗面小骷髅 一个地之后 暗面小骷髅是高效地 拆掉了对方的中路二塔 对方又少一个人 又是检员 没有办法支援 再一次的被我们家 拿掉了一个中路的二塔 现在二十杀 二四五猪攻的我 带盾 带灰药 带玲珑心 选择上高 四千块 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自己的下一个出装 刚刚前面说了 我不太想出BKB 那出什么呢 对吧 这个时间段 我感觉出个冰眼 也是很不错的 但是对方合比较多 不出冰眼 强化一下自己的输出 可能也是不错 现在强化一下输出 半肉半输出装 我能想到的最好的 可能就是强袭了 这里我有推推 先不着急推 看一下队友 我们先吸引一下 独龙跟船长的注意力 剑胜一个斩 好像是没斩死人 得分后卫 遭到我方包夹 没有得分之后呢 我们家进行了一波 带球反扑 这边回头 所有的技能 全部放到引魔 身上开掉 刃甲引魔 是直接弹死了无一 你看这个刃甲 选择非常正确 对吧 虽然说是所有的技能 都甩在他脸上 但是他还是强行 拉一个人下水 这边我们已经有了 四千五百块 这波要不要上高 我还有盾 这边想强行决斗我 但是没关系 我有盾 而且注意到 这个时候我的灰药 好像烧掉了一个小兵 在疯狂的回血 军团居然刃甲暗灭 引刀军团 居然决斗不死我 就是这么变态 这个时候我考虑一下 直接出一下这个分身斧 半肉半输出 强袭还没那么急 对吧 再出一首分身斧 把骨灰换掉 出完分身斧的我 接近三千血 有攻速 有移速 对吧 移速攻速都得到提高 血量也得到了提高 就对我疯狂的提示 说这个 我告诉他们 我的大招 还有七秒钟冷却时间 这个时候小库说 他自己的大招 还有十一秒 我们先破中路 这边大鱼人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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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了一个推推之后 他走死了 这个毒龙很虚 他走死了 走死之后 这个船长是直接离开了游戏 对方的酱油味英雄 已经是忍受不住 这边大鱼人一脚跳踩 剑胜放直到棒 没有斩 刚才得分后卫被我方包夹之后 是没有斩 这边我们 只要能烧死小兵 我就会回血 但是烧到灰药自己也会掉血 这边推推自己之后 是强行跟隐魔 一个互换隐魔 吃掉17格魔棒 假腿蛇魔之斧的隐魔 我给自己一个地 上来一刀 搂死隐魔 这个军团枪决斗我 你看我灰药 又烧死隐魔 又回血 但是被决斗到 还是没办法 这个船长拿到了我的人头 这个掉线船长 起风了 拿到我的人头 也是不堪凌辱 离开游戏 我们夜叉和分身斧卷轴 已经买好了 这边买到极限球 拿到分身斧之后 又可以更新一个装备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强袭配件 再买一个振奋宝石 对方已经退了一个 这局还有可能输吗 当然是不可能 装备碾压 打的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你看每一波团战打完之后 我们都是有一个巨额的装备提升 都有一个巨额的装备提升 这里拿到分身斧 我忘了买自己的振奋宝石 我把这个盾的格子 留给分身斧 骨灰换成振奋宝石 31分钟 灰奥玲珑心分身 加上振奋宝石 还有一个推推棒 最后再把推推棒换成BKB 你将会看到一个 强袭灰奥玲珑心分身斧 再加上 强袭灰奥玲珑心分身斧 再加上BKB 对吧 再加上BKB的一个 无敌刚正面雪魔 要啥刃仁甲 要啥自行车 看一下金钱和伤害 我们这里拿到财产组合 已经达到24000 经济的增长速度 是比我们家的中单的 大哥小骷髅要肥 几乎一倍 然后总伤害呢 也是领先全场 我们队友最高伤害 8550 而我的伤害呢 是28681 剑胜在传场推了之后 拿到了自己的双刀加引刀 大鱼人跳踩 踩出剑胜 有提示 但是没有粉 大鱼人也是拿到了自己的BKB 我们这里拿到自己的神装 最后再把这个推推换成一个BKB 我这个雪魔 刚正面能力是真的强 跑的也快 有分身 对吧 跑的也快 刚正面能力 有灰奥玲珑星 疯狂吸血 然后有强袭的加防 然后正面输出 有强袭的减防 加上灰奥的攻击 和分身斧的攻击 加上我自己 还有本身就有D技能 可以伤害提高 然后跑路的速度也很快 对不对 有了BKB 我说实话 我有了强袭 这剑胜都撸不死我 实在是要换的话 最后可以把这个玲珑星 换成蝴蝶 而玲珑星本身 也是个非常不错的道具 就是队友下路开团 现在是一个一换一 无意大招疯狂输出 高潮你一脸 直接是打死了 对方的剑胜 我们这边到达战场之后 最后攻击力速度非常快 对方应该是要推了 这局又要结束了 给大家一个承诺 这周还有一期视频 最近视频的更新速度 有所减缓 非常的抱歉 大家有空可以去熊猫TV 看我的直播 看我如何 你看 剑胜要长我 直接一个分身躲掉 剑胜双刀引刀 被我回头一个大招 应该是要离开吧 一刀两刀 攻速非常快 擦擦 直接带走 好 今天的视频节目 给大家带来到正片 依旧是不好意思 给大家带来正片的环节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